今天是2024年5月5号 我们来看凯凯和佳佳 首先我觉得这边一定有凯凯呀 看看凯凯在干嘛 哦 这边有很多人 那凯凯肯定是在这一边啦 来看看看看 凯凯 好久不见 你好吗 凯凯在她的园子的另外一边在吃竹子 早上好呀 凯凯 好想你哦 嘿呀 嘿呀 小脚 我们和大熊猫宝宝乐乐的美好遇见 是我自看乐乐系列第一集开始就使用的标题 尽管现在乐乐已经回到中国 新加坡和川生态园里只有乐乐的爸爸凯凯和妈妈佳佳 但我决定 今后无论是看凯凯 佳佳还是乐乐 一家三雄中的任何一位 我都会继续使用这个标题 好 凯凯 一会儿我来看你哦 我现在去看你家家啦 佳佳 佳佳我来啦 佳佳早上好呀 一进来佳佳就在水池边在那边吃竹子 也是在吃早餐 佳佳好想你呀 你好吗 佳佳你好呀 早上好 佳佳还是我们这么美丽的佳佳 今天是一个很美好的早晨 阳光很好 然后在这个全空调的地方 也是很凉爽的 佳佳在这边 很悠闲地在吃他的早餐 很悠闲地在吃他的早餐 阿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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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 这是2024年5月5号早上 佳佳在这边吃早餐 美丽的佳佳妈妈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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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